评说评论 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晋国 众望所归 从而做了国君 但新旧交替 政局不稳 存在着很大风险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细节 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有时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为 可能招致失败 因此这个时候 尤其要谨慎 尤其是小人物 是不能得罪 韩信一彭月后来 就是毁在小人物的身上 正是由于小人物的告密 才是自己身陷领域 晋文公崇尔 刚刚坐上国君的位置 就有一个宦官 要求来见他 晋文公一听这个宦官的名字 就感到十分的厌恶 说他怎么还有脸见我 这个人是谁 晋文公为什么如此的讨厌他 这人呢 他不是别人 正是两次追杀从而的那个伯迪 一次是奉晋献公之命 一次是奉晋慧公之命 因此晋文公不仅拒绝接见 还派人责备他说 蒲成那一次 晋献公让你来抓我 让你一个晚上到达 结果你马上就来了 后来你又为惠公来杀我 惠公命令你三个晚上再来 结果你一个晚上就到了 虽然有国金的命令 你也太积极了吧 当初你割断我的袖子还在 要不是我跑得快 现在已经成独臂人了 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这伯迪回答 说小陈原来认为您回国以后 已经了解情况了 如果还没有 就会又一次遇到霍南 说不定的您还在逃亡 说了这些话以后 他又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说执行国军的命令 除去国军所厌恶的人 只有一心一意 当初他们是国军 我应当这么做 现在您做了国军 是希望部下一心一意的 执行命令 放走敌人呢 还是希望放走敌人呢 齐桓公把涉沟的室放在一边 而让馆仲来辅佐他 您根本就没有 齐桓公那样的哑量 估计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我会自己走的 哪里需要君王的命令呢 离开的人多了 其只是受过公刑的小臣我呢 这话呢 让金文公有些吃惊 想不到一个宦官 还是有些思想的 尤其是隐约中 他的画里好像有画 于是金文公勉为其难的 接见了他 这一接见不得了 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所以小人物呢 是不能得罪的 他们有时掌握着大情况 原来金文公回国 金汇宫的旧臣 旅行 希瑞 是不甘心的 他们聚集了一批反对者 准备焚烧攻势 杀死金文公 伯迪获得了这个情报 因为伯迪曾经两次追杀从尔 估计呢 小心眼的从尔一定不会饶了他 所以他一定呢不会以从尔一心 旅行那些人呢 也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而不加戒备 可能也已经拉他入伙了 但是对于伯迪来说 谁是国君 他忠于谁 现在从尔是国君 他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从尔 他这次来呢 是专程来通从报信的 金汇宫得到了密报 秘密的和秦木公在王城会见 商讨对策 于是关于刺杀他的计划 金汇宫早做了安排 果然三月 金汇宫的宫殿起火了 吕颈希瑞等人率众杀入宫内 但是他们却发现的 金汇宫根本就不在宫内 他们碰到的是 金汇宫有准备的卫兵 双方交战 吕颈和希瑞呢 败逃 秦木公趁机 引诱吕颈吕颈和希瑞这些人 然后呢 在黄鹤边杀了他们 金国恢复了瓶颈 费剧场的冲刀